来到长沙香菜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但是像什么剁椒 鱼头 毛氏红烧肉 或者是小炒肉 哪个城市都能吃得到 我也吃腻了 今天阿星来到这 这非常有市井气息 来这有一家叫做一华家常菜 趋里拐弯的 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在哪个小道道里头 咱们去找一找 尝一尝他家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要找个地方做 坐 坐 好吧 先把它安静一下 好 好 来 来 感谢观看 一进来 因为它是民房改造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房间 感觉跟地道站似的 非常的迷幻 这个是干锅扇鱼 是88 这个叫黄鸭酵 煮荷包蛋 68 半空心菜是22 菜价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是扇鱼 这个就是黄辣丁 他们这叫黄鸭酵 好 现在开 茶壶和饭桶很有意思 很贴心 没有盖 咋知道我这么能吃呢 直接给我上个饭桶 我这个大饭桶 这一小饭桶 基本上也就够了 我尝一口扇鱼段 感觉很滑嫩 这个扇鱼的肉质 非常的鲜 非常的滑 还很Q弹 你吃不到很重的扇鱼味 里边全是这样的腊肉 我给你尝一口 这个腊肉的味道 把扇鱼里的香味全部都掩盖掉 这道菜颜值一般 看上去黑糊糊的 主要吃的是扇鱼的鲜味 还有腊肉的香味 不是很辣 吃了一会我发现这两道菜里都有很多的紫酥 紫酥在长沙是一个调味菜 小龙虾里头也会放紫酥 这个干锅鲜鱼 最美的就是这个汤汁 吃热了 一口一口 我再尝尝这个黄鸭酱煮荷包蛋 这道菜主要的食材就是 黄辣丁 我还是喜欢黄辣丁 黄辣丁和荷包蛋 这个菜我还是第一次吃 真的很奇特 炸过以后 然后再煮汤以后 很吸汤汁的味道 来一口荷包蛋 沾了上面很多的辣椒油 里头还有点糖 这道菜除了鱼和荷包蛋 没有啥别的配菜 香菜的特点和川菜有点像 就是重油 重辣 但是有一个不同 就是香菜能比川菜稍微咸一点 这两道菜真的是很咸 尝一下凉拌空腥菜 这道菜本来我没点 一个是老板推荐 二一个 看每桌必点 我觉得它应该是不同饭香 特别的清口 蒜香味很重 然后能吃到不够是香油还是什么油 反正特别香的一种味 说这么多就行了 你看这饭桶里头 还有半桶饭 这道菜我就吃完了 总共花了180块钱 它家这个口味 属于香菜系的土菜 不是正统的香菜 这个环境一进去 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但是吃起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惊艳 最好吃的就是空心菜 还有就是那壶没有加盖的乌龙茶 喝起来有一点和颜月色里 生生乌龙那杯茶的感觉 好 那就这样